这份职交点要带您关心到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到南投县议会 拜会县长 议长 还有议员 再度抛出中张头一体化 强调软硬产业园区的共荣概念 这也是郭台铭宣布 征求蓝军提名以来 首度跟蓝营县市长来同框 是否意味着许淑华力挺郭台铭 对此呢 许淑华就说了 要是郭董有信代表国民党参选 希望可以听到 有助于中部地区的实质政界 而最重要的还是蓝营团结胜选 动算声没停过 被相亲热情簇拥 男同女婿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回娘家第一站 参拜竹山子南宫 或许再来问问神明意见 也带太太曾心盈回忆儿时滋味 吃完招牌葱油干面 重头是一拜会南投县议会 议长议员还有县长许淑华 通通来迎接 都会去访问中张头有关的工业 比如说台中的精密加工 跟彰化的各种精密机械结合在一起 可以发展下一代的 比如说我最近在讲的AI机械人 就经济议题交换意见 但焦点依旧离不开2024总统大选 毕竟在郭董表态争取 来迎总统提名后 第一位公开会面的党籍县市长 就是许淑华 难道意味着挺郭立场 不管是谁能够出现代表国民党 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团结 两个人都有维持一定的君子之争 有没有可能之后有郭涵配这样的状况 据我了解不太可能 和韩国瑜交情好的许淑华 直接断言不可能 难以人选各种配传言 没到先排那天 不会完结 蒋佩冯浩与宗仁城台北南投中的报导 感谢观看